俄羅斯北部多地自從8日開始陸續降溫 有世界極寒之地之稱的奧伊米亞康 在8日錄得零下59.3度的低溫 刷新在1月歷來最寒冷的紀錄 但原來都不是最冷的地方 其他地區在9日錄得零下60度 更加有地區在10日錄得零下62.1度 莫斯科發出橙色警報 嚴寒天氣令到河道結冰 只得破冰船仍然行駛 紅牆外有一個著名的流冰場 也因為太冷而被迫關閉 這波的寒流將在未來幾日持續南下 影響塔吉克、蒙古、中國等地 相信在下星期中後期會影響到香港